我們這個公民版的金馬獎真的是很精彩很刺激 看那些影片每一看就讓我想起那天我們在看片 我個人來看片真的看到天亮 只是有的看到再看兩次再看三次 那我們過去自己常常做專題會說 有時候專題不能只有長度沒有深度 那做長很容易做深不容易 那我們看到今年這些參賽作品當中 專題真的都很棒所以很難選 不過還是要選出來 所以我要先趕快廢話多說 我們來看第一個 好 今年第一個專題報導組得獎的作品是 這個作品 編畫A146轉太快的風紀書像 恭喜 哇 才剛頂完入圍獎現在也上台得獎了 恭喜 轉太快的風紀報導 西部沿海軍營對風機的抗爭 同時也探討台灣是否有公立發電影開發的條件 恭喜你們 來 開箭這邊 兩位 來 大家好 我們是正大新聞系的同學 剛畢業了 對 有個同學系還沒有到現場 他是傳播學士學會學成的同學 那我們因為是參加戲上的課程 是台大新聞所副教授 林高登老師的環境新聞課程 所以我們才有機會去做這些深度的報導 然後我們也在這中間看到很多社會的現象 然後也在這中間做很多的掙扎 然後沒日沒夜這樣子去想辦法找出這個專題的深度 那也很謝謝PayPal公益新聞講給我們這個機會 讓我們可以知道自己其實是有做對了什麼 這樣子 謝謝大家 謝謝 恭喜你們 另外一位同學好 OK 就真的很感謝PayPal公益們講給我們這個機會 然後就是 其實我們本身就是在大學報的時候 就已經跟PayPal有很大的圓圓 然後我們兩個又同時參加了 在就是之前的總編輯會 對 然後就是跟PayPal就是還滿有緣的 然後就我們在採訪這個新聞的時候 就真的遇到很多困難的 因為我們其實就是也不能騙到哪一邊 但是看的就是因為你的G民在抗爭 然後看了他們就是問這件事情 就是每日每夜可能又把自己的身體搞壞 其實我們也很心疼 所以我們就是也希望把這件事情 就是讓PayPal公益主張 所以做了這件新聞 那也很感謝就是林兆詹老師給我們的協助 然後還有就是靜東同學 還有玉婷同學 就是我們三個可以合力完成這個報導 對就是很謝謝大家